哈喽大家好,我是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就要带来玩这轮轮游戏视频 今天主要给大家带来这个刘沛老子抢我环中的红的游戏视频 抢了三次,不过还好结局还是我们赢 这是开局,开局的时候我把他抢一个红又抢成功,被他抢了 这是开局一段时间,15分钟,15分钟的这边又有一个红霸虎了 冲过来抢一抢,打着打着打着,然后对话刘沛 我环刘沛又直接冲下来,他现在刘沛还在中午是吧 看到我在这打红,然后又跑下来,大老远跑过来 是吧,我这快打完了,给他一枪就抢走了,好尴尬好坑 我就想打个红,这么不容易啊 第三次,第三次也是在比较,已经打了比较久了 又是8分钟,已经打了8分钟,刚才是5分钟,8分钟,3分钟过去了 3分钟过去了之后,我又来打红,这时候刘沛是从家里飞回来了是吧 复活了,然后应该是回去补血了,又跑了,我这边又在打红 这边又来了,又抢,哎呀,我是真是无语了 三次被他抢,没办法了,不过最后还是结局 我这边也想抢他的蓝,等他打完,等他打完 没想到他丢了个惩戒啊,好狡猾 就这样子让我错过了,红蓝 狡猾的队友啊,不过还好这后结局还是很不错啊,就挺久没玩环中的啊,就是因为用环中总法被人针对啊 这次又有了环中,好吧,下次,那这期就到这里写了 现在欢迎大家观众,一个视频,观众,微信,公众号,一个点击,观众,大家有什么电视频 也议,投稿到公众号,一个点击,留言 那我们下次再玩吧 这个刘备,刘备是山,山,叫做,毛,毛炉,山顾毛炉 是吧,把那个猪狡猾挺出来,这个家伙直接三抢我也怪 还好还是能赢啊 那就暂且原谅他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